見到大家就比較失望,就是沒有加碼回舊 但譬如業績上看到正式抄或資產質素等等都可以 其實去到列賬基準稅前盈利跌兩成七 亦比市場預期好 但估計現在都是即是繼續向下 其實你怎樣分析它的經營前景? 匯控昨天份業績其實大底上的數字 就不是說真的差得很重要 當然你說要挑剔非利息收入那邊的增長 就明顯放慢 但這件事也都可以理解 因為始終譬如匯豐在香港業務來講 第一季疫情影響 令到可能很多分行都要關門或縮短的營業時間 令到你說一些理財產品的銷售 一些用金的收入一定會有影響 去到第二季匯豐亦都講明 應該香港業務會有一個比較強的復甦 至於你說比較令人擔心 或者是大家比較都不是那麼喜歡的地方 就說始終的資本比率 今次出來就明顯是較預期低的 如果你說當Cat1的資本比率是差了 低了 意味著接下來要再加碼回購的空間 一定沒有之前來講那麼高 所以可能本身有些行都估計 今年匯行繼續都會加碼做回購 但是經過這份業績出來 似乎那個預期是降低了 變成就令到回購可能短線的股價 會有一點點壓力 但是這些都是一些比較短期的因素 如果你問我接下來對於銀行股的看法 我都不是說特別淡的 因為剛剛提到 如果美國接下來 下半年真的再有一個比較進取的加息 那你看回現時其實 香港那個一個月的高波 都還是捱著一些比較低的水平 都是說0點幾厘這樣 如果你說以往那個加息的經驗 當你說聯儲局的利率 去到幾兩厘 那你的高波沒可能不升的 只不過就說究竟是這個月開始升 還是去到可能下個月才開始升 那所以對於匯行或者其他些銀行股 那個息差確闊都是一個挺大的概率 那如果你說以回譬如16年至18年 那個美國加息周期 那些銀行股業績 的確有一個很強的改善 那而譬如好像以回賀當時來說 那股價都曾經 在2017年 就是加息周期去到接近尾聲那一段 都去到接近七十幾元 如果你說計回譬如好像 Pbook 方面也都比起現時來說 是高了一節的 那所以如果你說以回炒加息的概念 匯行跌到這些價位 其實是一個挺好的吸納的時機 那當然都是要補一句 就說始終近期的市 比較反覆一些 有機會再市低位 那所以如果你說現價 立即買 你又有機會可能要捱一下 就是一段那個的價位 那譬如你說下去再踩多一兩元 兩三元行不行呢 絕對有這個可能 那但是如果你說駁回 那接下來真的有一個比較大的趨勢 是炒加息 炒一個股值的一個是回復 那照計這些價位買呢 我覺得中線渣那個問題 都不是說太大的